崩壞 是一种伴随人类文明而生 试图毁灭人类文明的超自然灾害 崩壞催生了死士与崩壞兽 他们行动诡异 与一切生命为敌 女武神 一种是要保护人类 消灭崩壞的高危职业 他们的力量极其强大 甚至能够放慢时间 制造黑洞 而今天 所有人都将放下过往的恩怨 在这赛场上 比赛开始 Kiana起步非常快 暂时领先 麒麟在加速阶段也非常好 落雀 贝拉直接起飞 轻松突破了其他对手 欢迎收看第二十届大崩壞运动会的现场直播 我是主持人Lita 比赛冠军将获得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凄惨水晶 请加油 好的 画面上的选手是来自天命的女武神Kiana 暂局第二位 数据分析显示 她所配置的正是最新发布的 汉娜十二代圣痕 升级后呢 能够带来75%的性能提升 最高时速可达500 那么 要在哪里才可以买得到呢 哈哈哈哈 你们天命的圣痕也太多了吧 这也算是最强的装备吗 我要退货 耶 哇 快看呢 翻滚形态的 加加加加加加尼萨 对对对 碾压了特斯拉 她们难道就这样冲向终点吗 前方出现了弯道 会不会让选手们拉开差距呢 出世了出世了 嘉尼萨带着特斯拉一起滚下去了 没想到对手这么强 还是慢慢找机会吧 这要特别说明一下 本届赛事呢 有专业团队提供医疗服务 任何伤痛都不成问题 好的 现在Kiana选手率先抵达了第二赛区 红莲深渊 在这里呢 选手们将要面对高温的无情侵袭 机灵骑上了她的战马 难道说是因为耐不住高温 还可以挂了吗 哎呀 怎么还没睡醒啊 再睡下去就追不上他们了 看来赶上了 飞鞋模式 展开 哇 德莉莎利用尤大的飞行能力 迅速穿越了这片区域 直直冲到了第一名 哎呀 我们永远不知道尤大有多少种用法 呃 莉莉亚 声音好热 真讨厌 笨大容萨莉亚 你忘了这个吗 哦 这里就是深渊了 怎么办怎么办 直接上去会被烤熟的 哎 这里居然一点也不烫 哎 补充说明一下 红莲深渊的高温那只对女武神声效 其他选手不会受影响 喂 这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规则 为了抵抗高温 女武神们只能牺牲速度 换上防御装备 同时也拱手让出了先前的优势 比赛来到了第三赛区 极乐镜 不是极乐冻土 这里天寒地冻 选手们已经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 哎呀 我们的射箱机镜头上也出现了冻痕 啊 莉莉亚莉莉亚 你快看 外面下了好大的雪 啊 啊 怎么还没到 我再睡一会儿 比赛已经进行过半了 不知道主教大人比较看好谁呢 嘿嘿嘿 我最看好的选手 当然是我孙女啦 有了尤大助力 简直胜全在握 这又是什么鬼赛的 冻死人了 那个是 班长 你的披风见我一样 仙人息怒 这点小事 让姑来替你解决 好冷啊 尤大都要飞不动了 提亚娜 你的披风是哪来的 比赛现在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现在场上仅剩下的三名选手来争夺冠军 最接近终点的 是洛杀利亚和莉莉亚 他们距离拿下冠军 只剩一点点距离了 阿世波 快喝下这个 够砸了 万大尔萨利亚 竟出搜主意 为了牙医 为了大家 我一定要赢 广义 展开 耶 孩子们 约定时刻终于来了 这个冠军 我拿定了 两位选手同时使出了回忆杀 一时间难分高架 究竟露死谁手呢 最后的冠军是 特斯拉选手 哇 这位来自逆伤的选手 用最最让人意外的方式 获得了第二十届 大崩坏运动会的冠军 他将获得 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 奇才水晶 我真的差一点就赢了 这样都输了 果然是笨蛋 天哪 没关系的 奇亚娜 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回去吧 尊主 很抱歉 比赛输了 奖金什么都没有了 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吧 苦了 你有双晒吗 喂 你们一点也没看吗 优胜者 请说出你的愿望吧 我 我要成为女武神 登上秀莫里安 像女武神一样战斗 恭喜你 马上就可以作为武装人偶 实装之路不快三了 什么 你在逗我吗 这样的比赛 还不如毁掉他 哼 曲曲龙虾博士 也想做我的对手 真是不自量力 可恶 居然 哈哈哈哈 在我的水晶太太面前 你的力量简直不堪一击 快站起来呀 特斯拉博士 快站起来 特斯拉博士 快站起来 快站起来 快站起来呀 特斯拉博士 快站起来 龙虾博士 不要放弃啊 在场的观众选手 都泛起了光 怎么会有这种事 是光啊 每个人都成了光 大家的光集中到了小特 不 是巨型小特的身上 是水晶 怎么会有这么多水晶 布拉尼 快来帮忙抬水晶啊 太不可思议了 赛场下起了蓝色的水晶雨 还愣着干什么 快来抬水晶啊 快放我下来 我也要水晶 我来帮忙抬水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